该如何评价王志安 王菊判案 关于独教材的这期节目呢 我先说个结论 我同意王菊的部分观点 但是不同意他得出结论的过程 实际上他的这个观点也不新鲜 之前很多人都谈论过 我认为这是王菊跳凡以来 他做的内容最差的一期节目 没有之一 几乎没有怎么准备 相信这里能看到他节目的人都是不想被关在那个信息检房里 借着梯子出来透透气的人 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比较包容 开放的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最初看到那个独教材爆出的时候 就是那三张图嘛 三张丑图 画风着急 捉急 这个画面中的小孩没有生气 同聚过大 有点像那个唐氏综合症的儿童 我觉得无所谓嘛 就是他们很多人上线嘛 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没啥美学教育 对吧 美术科经常被树里画霸占 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审美 但是呢 随着世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图被爆出 什么露音屁呀 性骚扰 以及各种政治符号被牵扯进来 我终于发现这个事并不简单 先蹭个热点 就是说Johnny Depp不是跟Everhood互诉 诽谤案 刚刚宣判嘛 这个双方的律师在提论期间 互有攻防 大家相信都看过了 总有一段啊 就是这个德普的律师 作证 说许多合作过的他的女演员也表示支持 而轮到这个Amber这边呢 他律师就揭短 说这个Amber他是有前科的 艾未博的其中之前一个同性的前女友 就出面作证 说他是时暴成瘾的人 所以我们在碰着一样事物的时候 也要看 他是个孤立 是个偶发事件 还是由主观刻意为之 是个累范 很显然 这次独教材事件 就是有人这个主观刻意为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出现问题的教材的插图啊 它是集中出现在四年级数学的下册 而不是什么星星点点的 正态均匀分布在各科 各年级的课本里 也就是说 显然是负责这一本教材编著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他不一定是说 真的这个人他被策反了或怎么样 但确实有可能是这个画画的人 他就 比如说对中国的体制不满 做出一些报复社会的这种东西 夹带私货 我认为这个是更有可能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记者出身的这个王志安同志 他应该也是赞同这句话的 但很显然 王菊做知习节目的时候 我猜测 他并没有完全的看完这个网友八出的这一系列的读教材的图 也不清楚这些年我们的教材 尤其是中小学教材都发生过哪些变化 而是先得出了结论 然后倒推教材中的各种问题 换之 就是他把中国社会的这些总体的问题 张光李戴强行套在这个教育系统上 他讲的是他那个年代的性教育 是落后的 是发言性的 然后呢 直接拿来跟我们今天欧美发来国家的这个性教育相比 这明显是关公战前穷啊 太不客观了 你怎么不让解放军跟这个 比如说罗马帝国比一比这个战斗力呢 对吧 就是他没有了解中国今天性教育是什么样 况且他还在这个混淆一个概念 就是性教育和课本插头里的那些耍流氓啊 露音屁那个东西是两码事 相反 性教育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性上的那些不文明行为嘛 而王举在他嘴里 布亚克尔布插图 反而成了中国性教育开战不利的一个罪证了 我觉得这个太不客观了 以前我还是对他在国内被封杀是无比同情的 觉得那些封杀他们的人真的是可恶啊 他他不想让人们说真话 赌人的嘴 愚民政策 但是现在看来啊 王举安他在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做的这个内容 对自己要求有点太不严格了 有时候体制内啊 那个严格的实现审查机制 有可能在客观上保护了他 探讨中国教育 刚他用了一个很恶劣的词 就是洗脑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说的也没错 但我想反问 哪朝哪内的教育不是洗脑呢 哪个国家咱们纵向比就是历朝历代 横向比就是哪国哪地 哪里的他教育不是洗脑呢 不是传输给孩子这个价值观呢 我更用一个中性的词来替代洗脑这个词 就是精英控制 或者精英的思想控制 意识形态控制 自古以来 从教材上四十五经 是吧 意识形态宣传什么忠君爱国 君君成人夫妇子子 然后客举制度 都是同志进行精英的思想控制的手段 确实他不是用来培养你独立思辩的精神的 本朝也没有坏的出圈 他只不过是沿袭了立朝历代的做法 而作为中国家长 其实他们最认同的也是君君臣臣夫妇子这一套 最西方的也是赵薇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养一个什么懂得思辨的 经常理应喷嚷的这种孽子孤臣 首先也能挑战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父母 所以大部分的反叛精神 从家庭这第一道观就被泯灭了 轮不到什么社会 轮不到政府去扼杀他 大家知道香港出事以前 许多中国很有实力的家庭 都是要把孩子送到香港去读小学读中学 后来香港出事了 这些家长都特别后悔 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回到家之后 跟他们格格不入 价值观都不一样 大多数家族都没有这个能力 精力去反驳去纠正孩子这些想法 所以这些家长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痛苦 他们其实是能把孩子送到香港 说明他们其实是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不希望自己孩子长大后 革自己的命 话说回来 洗脑如果真的管用的话 那陈胜吴广 什么张角 黄朝 李自成 哪个没被洗过脑 不最后还都走上了反叛这条路吗 对吧 当年广场上那一拨人 不也是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吗 最后不也是做出了那种举动吗 虽说是精英控制的手段 但其实真正的精英你是没法控制的 倒是信息长城 它能形成一个信息的减方 垄断信息的获取权 然后它根据需要告诉你 什么是你能知道的 什么是你不能知道的 这个反而是对人们的思想 这个控制是比较严重的 这东西真正能忽悠一波屁民 但是这又面临了一个悖论 这普通的屁民 他们没有理想信念 甚至没有心智 只是为了生存 即便你给他这个机会 就可以培养他的那个 独立思辨能力 其实也不会点燃他们智慧的火花 最爱的例子就是 美国普通的屏民 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 他们的无知 他们的偏听偏信 吸引那些各种阴谋论 真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他们对美国之外的世界 了解少之又少 简直令人发质 真有点像我们 就是清朝中后期那种感觉 觉得自己是山殿之城 世界文明的灯塔 所有不按美国那套制度来的 不按美国那套价值观来的 都是有原罪的 都要被颠覆 被替代 他们也同样听不得不一样的声音 你像今天驴像斗法 他们的剧烈程度 甚至要远高于中国国内这些 粉举跟恨国党之争 至于中美对抗 它本质上其实是对 世界规则主导权的争夺 而非意识形态的对抗 他们让你做好人 是为了更方便他们做坏人 请永远记住这句话 你看这世界上 咱们说除了西方 基督教文明以外的这些国家 哪个国家 真正实现了欧美那样的 自由民主人权 哪一个照办他们的制度 这些国家 哪一个有好下场 有空你们可以去搜搜 利比利亚这个国家 这是一个完全照搬 美国制度的国家 你看他们发展是什么样 我退一万步讲 今天中国假设 要实行跟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 难道中美对抗就不存在了吗 不会的 世界老大一定是要干到世界老二的 一定要干到他的挑战者 你懂历史的 大家希望留言 给大家科普一下 一战后美国是怎样 爆炊英国的 怎样把英国那些殖民地的遗产 把英国在各个 世界各个那个 的战略药地 从英国手里拿来的 二战后 尤其是到八九十年代 美国又是怎么打压日本的 这两个国家 跟美国的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 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吧 一个是美国的爹 一个美国是他爹 但是当他们出动了美国的蛋糕的时候 照样概念 只不过他不一定是以战争那种残酷的形式罢了 但是你看日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马上感觉着这个蒸蒸日上经济上要超过美国的时候 你看美国怎么干他的 而在那之后才有的什么台积电呀 才有的中国呀 这些金星电子市场的兴起 而日本呢 就自此衰落 你看说衰落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这就是日入墙时的森林法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晟人